今年的国庆庆典缩小规模 往年参与庆典的表演常课 也得改变欢庆的模式 转向线上活动 在制作视频或召集国人到线上助兴之余 也不忘展现新加坡精神 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 呈现方式却截然不同 新加坡龙人协会就制作这段手语歌曲视频 希望打破最多人 同时用手语欢庆国庆的世界纪录 过去曾参与四场庆典的体育志工尼拉团队 今年则举办线上运动 普天同庆之际呼吁国人上线 保持身心健康 新电信则结合本地摄影师作品 捕捉冠病疫情下的新加坡 作品提醒国人冠病所带来的挑战 同时也传递一份希望 展现坚韧不拔的精神 并不能复杀